然後這邊呢有三首的創作歌 是擺在不插電的橋段回來之後的這個部分 那這首歌我也挑戰一下其他solo的部分 這首歌是我高中的時候做的一首歌 也是我在公車上完成的這一首歌 我那時候就是偷偷愛戀一個人我不敢跟他說 然後到我上大學的時候才把這首歌送給他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可能喜歡一個人不一定要跟他告白 或是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可能在背後的一些支持啊 或是附默的關心也是一種愛的表現是吧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把這首歌寫給他 我就說我曾經喜歡過你 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過得很好 這首歌是少女時代的一首歌 那首key大概在這 然後現在應該只能拉這邊這樣子 好這首歌叫對你是真的 然後旋律很輕鬆 歌詞很簡單 主要就是表達對個人的喜歡 那我挑戰一下solo 希望可以過 你們好嗎 你們剛剛在台下過得好嗎 啊你們有麥克風耶 可以講話 可以嗎 你來講一下話 你介紹一下你自己 還好嗎 裡面確診 欸 他確診 在座的各位來調查一下 確診過出關的請舉手 好 那個一樣嗎 那有兩條線沒有說的嗎 有沒有 沒有 他也是在五月底的時候 而且重點是我們在電團的時候 他才跟我說 欸我其實5月20幾的時候有確診 然後他都沒有在他的可能社群平排發 發布任何的消息 是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才講 你為什麼不敢講 怕什麼 怕什麼 你多怕孤單啊 我覺得真浩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人 就像我們今天做其實就是 平常都會很像很沉默寡言這樣子 可是到某一個時候 或是可能中那個的時候就會話出來很多 像真浩他就是沒辦法孤單的人 所以在半夜的時候常常會接到他的電話 你沒有打嗎 你敢說你沒有打給阿輝 你在半夜的時候沒有打給我 只是他沒有打給你 好的我們就帶來這首 對你是真的 謝謝 好 看著你看我的眼神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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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 相信你應該感覺得到 早已習慣 每天生活中用你 早已習慣 每天和你的互動 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能夠持續多久 但是只要這樣 就夠了 看著你看我的眼神 抖眸不住找人心扳 想起你曾對我說的話 最近日子能夠持續多久 還未翻 來不住神地的念頭 防止不了心中的思緒 我對你是真的 相信你應該感覺得到 早已習慣 每天生活中用你 早已習慣 每天和你的互動 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能夠持續多久 但是只要這樣 就夠了 beraber! 日子已失望 天啊! 日子之 sad 神經病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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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首歌是我剛剛有提到我有一個樂團叫藍心樂團 跟我們的男主唱他叫做阿里要拉我一起寫一首歌 這首歌的曲是他寫的詞是我寫的 然後詞的大概意思其實主要在講說 我其實是一個很比較沒有偏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所以我可能我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然後可能旁邊的人說 我覺得好像不好或是我覺得怎麼樣 我就會自己就會懷疑自己就會有一個卻負 可是後來想想其實路是自己要走的 生活也是自己要過的 很多時候可以多嘗試按照自己的感覺 試試看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選擇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才寫了這首歌叫做想要的感覺 然後張真月有一首歌叫我想要的感覺 曲如玉有一首歌叫做想要的感覺 然後馬外有一首歌叫做想要的感覺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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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樣的聽懂 這樣的感受 這樣的激動 這樣的激動 這樣的聲動 這樣的感動 其實還不懂 也常常不然能想過 心中的夢 要怎麼去說 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堅固 才能夠擁有 才能被接受 突然間發現 我學會如何去騙對 這世界雖然並不完美 後來看見 卻有種殘留的美 要試著對 這以前也許會改變 但其實需要的是這 我想要的感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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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能夠拷見 夢想的視線 其實是你 你 在我身上 那樣的天空 我們的天空 我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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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面對 這世界雖然並不完美 後來看見 卻有種殘留的貴 那是你 前來也許會改變 那其實不是我的世界 我想要的感覺 對我自己今天 表現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在唱高跟寫的 我已經撐了13首歌 因為我剛剛主持人跟我都有提到 我的爸爸媽媽 然後我的 吳豐的親戚都有來看我表演 那其實我弟啊 他是一個 應該在吳豐鄉比我好有名的一位人物 那除了現在在吳豐生活當然比我有名之外呢 他以前也有去參加過這場比賽這樣 以前你們可以 等一下可以馬上去找YouTube 可是我也分不出來 因為以前的他跟現在差 有點落差啦 畢竟他也是當爸爸 有今天帶他的女兒來 他叫做林培翔 叫做雅婦 掌聲歡迎他 我的弟弟 我跟他上台下 誰知名的 Lup lij anxiety 你輩到一輩子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